只有一位朋友选错 张杰老师 海水道的米粒 为什么是红色的 我们经常对于海水道 有好多的误解 第一个有的人认为 觉得好像海水道 好像是用海水来浇灌的 实际上不是 这个海水道 只是在适宜于 比较偏碱的 偏盐的土壤上面 能够生长 现在也是主要是我们 对于这种沿海地区 耕地资源不足的时候 采取的措施 我们讲育种以外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改良土地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去延简化 那么这两个都可以 同时达到我们在沿海耕地 能够拓展这种耕地资源的 一种有效途径